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想Photocap它主要 主要像例如说 附带说一下 这是它的模板白宝箱 照片的形状 照片形状 像我们看到那个写真书里面 你要放什么形状放进去 然后它照片就只会放得刚刚好 那照片变形照片滤镜 照片滤镜 它的做法就是你要拉上去 好 我先还原一下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要泛黄的照片 就这样拖曳上去 好 这个效果 然后这里面如果说我今天我要用什么图片外框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让你拖曳上去 它就直接换好 那所有的一个应用就是这里面这里面你都可以就是在呃 它其实就是把这里面相关的功能 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清单 如果当你要去做单张的处理的话 这边还蛮容易去做到这件事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那个 呃影像 我想我想要在这个影像里面 我再加一个例如说猪宝宝的那个图示 然后再去调整大小 这就是那个物件 这就是那个物件 这边物件的一个搭配使用 好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Photocap我想要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好 我再强调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套软体比较不好去做去背 比较不好去做去背 例如说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 我再入影像 这原本的影像我就不去做 什么叫去背呢 假设我今天 呃我举简单的例子 好 例如说这个这个影像 那他这边去背的方式 他这边去背方式 前提就是我先选嘛 我先选 选到 选到之后 例如说反转 然后做去背 呃 做去背就是做清楚影像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选 选到这个影像 选到这个影像 然后反转 反向选取 然后清除 这个背景就被我去掉了 可是他在这个地方所提供的功能很有限 所提供的功能很有限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用的是这个魔术棒 魔术棒 例如说我可以把这个颜色选取起来 可是你会发现你这样子选 你只能选到什么 选到 例如说 他这边有一个 因为我用的是魔术棒 所以会有一个叫差异度 差异度 假设我把差异度设大一点 好 例如说100 好 请点它 你看我选到这边 他是不是就选到这个外面 外面 就是他会认为说 这个颜色跟下面这个颜色 它是相同的颜色 这就是差异度 容许的颜色 Tolerance 容许的颜色 好 那如果说选到这个内容 我直接把它给 例如说 清除影像 这是 这边我觉得比较 比较好的一种选举方式 但是事实上 我们这边是不是还是没有清干净 所以选到它 然后再做清除影像 然后像这些 这些的话 其实就真的很不好选了 因为这里面的黑色的变化 其实是蛮多的 选到它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那个 PowerPoint的新的功能 它里面去除影像 就很容易去除了 好 所以我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在PowerPoint的2007 例如说我插入一个影像 插入一个图片 插入一个图片 它因为这是旧版 旧版 到时候如果你用2013版以后 2013版格式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去除背景 这是新功能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YouTube上面 我在教去除背景 用PowerPoint就可以去除背景 这边你们就可以不要做 因为我们的PowerPoint是旧版 那LibreOffice没有提供 此项功能 LibreOffice的那个 Writer Calc TPT TPT 它没有提供这项功能 序除背景 好 有看到PowerPoint 有看到PowerPoint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种图片 这种图片 它背景是不是白色 这个白色 你一定想要拿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先告诉你 现在是在用校正来去移除 好 可是有时候 你要去背的 那个背景不是单色 不是单色 你就一定要用 这个图片工具 就是你快速点两下 产生这个图片工具 第一个有看到吗 移除背景 等一下我再去看 因为我觉得这也可以把它看完 好 这个是这个是如果如果单色去色很容易 好可是我们通常 这个我想你可能也知道 因为2007是做得到 我先要换一个 好 来看一下 2分40秒而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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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看清楚一点 这边要剪掉 其实这个powerpoint已经把它改成很简单做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是他已经做到99.5%的精确 可是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丢到photoshop photo-in-pack 请你用powerpoint来做可以吗 可是当你又没有新版 不好意思你就只能用下午教你的 例如说eraser 因为LibreOffice的powerpoint 他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而且他有什么 他有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再回去去找 有一个叫做影片剪辑 真的你去找我的 我的课程全部都有 影片剪辑 影片剪辑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这一部影片 例如说财政部的新闻稿 你要把它放到你的简报里面 这个时候这个影片 你可能要取 例如说前面的15秒 或者某一段 第30秒到第45秒 那以前我们怎么剪辑 我们以前都是到 例如说影片处理软件 什么media studio 或者是威力导演 来去做剪辑 现在不用了 现在直接在powerpoint里面 就直接剪掉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这都是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遭遇的问题 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我现在不能教 因为powerpoint的2007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这项功能 因为当时大家就提问 说我要做影像处理 我要做影片处理 是不是可以直接在powerpoint里面 就直接做掉 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好 就是如果你是用新版的 不过你们因为像我们都用LibreOffice 所以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新功能的改变 好 那我想我们上午 就是第一节目 我们先暂时上到这个地方 10点37分之前进教室 我们再来进行Photocap的交讲 好 那我们先回答 先回答就是刚一位同学 他询问这个阅历 阅历的修改部分 好 在我们所使用的Photocap里面 它阅历的修改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制作一个模板 我先去做阅历这个模板 所以我先去再入影像 好 假设我今天我挑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然后OK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把它做一个阅历 这个时候怎么做阅历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阅历物件放到图片里 或者是你就用它已经有的现成的格式 例如说这一个好了 阅历模板 然后请注意这一定要打勾 这一定要打勾 因为它等于就是说 它会把现在你所设定的这个模板变成就是阅历物件 阅历物件 那我们就直接点选 记得刚那个选项一定要打勾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要去修改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的不是2013年 我要做的可能是2019年的11月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不是11月的日期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修改一下阅历物件 那阅历物件怎么修改 快速点两下 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修改变成2019年的11月 然后记得记得这边设定好之后 这个是2019年10月 像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四 好 明天就是11月1号 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点OK 这样子的话 你只剩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把2013改成2019年小宝贝系列月曆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子的话就改好了 好 那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做桌陵 例如说我重新去做一个 重新去做一个新的影像 这个是这个是阅历 就是套模板的一个做法 那我现在呢 嗯 假设我现在去换财政部的一个图片 财政部的图片 这一张 然后我想要去做就是桌陵 所以在这个地方新的编辑 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 例如说这是第一个样板 这是第二个样板 好 反正就是它就是1到12月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假设第一个好了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就直接点OK 好这个这个变成说这个月立物件这是2013年1月吗 所以你就要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1月你要去修改 可以吗 这个是第一个月就是2013年1月 假设我要做的是2020年第一个月 所以快速点两下这个物件 然后你这边就要改成2020年 的1月的1月 好 OK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2013改一下变成2020 你要的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对因为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你刚刚预设是2013 2012年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就是针对每一个这个月历去做一个修改 它在刚刚 对不起 它在它在刚刚那个地方 它没有一个就是说在输出前设定年月的一个设定 如果有的话这样子的话会更人性化一点 但毕竟这是比较早期一点的软体设计 所以它比较没有这么贴心的设计而已 好 那所以相对的后面后面就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要再重复多做好多事 如果说在之前刚刚那个地方它有这样子一个设定 我们后面就可以省好多时间 所以你们也去想一下 你像例如说我们财政部 我们有很多事情 其实以前我们的处理方式跟现在处理方式一定都会多多少不同 但是现在你现在看到其实是大概六七年前的软体 它一直一直就停留在那边 也没有做很大很大幅度的变动 可是当2012年它出来的时候其实还蛮轰动的 因为毕竟是国人自治 而且免费再加上十几美感 这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套小乱体 可是现在你看就觉得好像还好了 好 真的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网站叫做这个Canva 因为我之前我真的有介绍过Photojet 它现在变成要钱 就是反正你注册完毕之后 它就跟你讲说你这个要钱 那个要钱 我会觉得说蛮讨厌的 那至少等一下这边我们做完 等一下我们这些内容做完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至少把它就是下载成草稿 也存成PDF档的形式 甚至你可以print screen 像那个photo 像例如说那个我觉得假设我们今天有了这张图片print screen 然后截图出来裁切也是可以的 好 这样就可以介绍Photojet 好 对了 在这个之前我先介绍一下YouTube影片下载 YouTube影片下载 也许我们今天要下载某一段财政部的影片 那这一个影片如何下载 所以我想先介绍这件事 到时候下午也可以介绍一下手机如何下载影片 好 不好意思 首先如果你要去YouTube 然后下载影片 那你就直接先到YouTube 然后去找去找去找影片 举例来说假设我现在找跟财政部有关系的影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财政部你看哦 其实财政部跟财政部最多相关的 你看就是民众关心的 例如说发票的APP 统一发票 电子发票 全部都是发票 对不对 好 就是 就是 因为你想跟民众的互动 我觉得最直接应该就是这个发票 好了 那假设我现在我先点财政部 然后这里 这里35分太多了 这个 这个 假设我现在我要这一个 这是广告 有没有短一点呢 好 这一个好了 睡感掏心话 可以吗 睡感掏心话 好 假设我现在要下载这部影片 点它 好 那现在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 我要把这个影片抓下来嘛 怎么抓下来 好 现在真的这部影片不在我的本机 也不在我的手机 好 那怎么抓下来呢 游标在这个Youtub 这一定会有一个网址 在网址的Y这个字 前面点一下 据说是Youtub 这个Y前面 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在YouTube网站 所以一定会有YouTube这个字 对吧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麻烦请在Y这个字前面 请输入S 两个S 可以吗 请出两个S 然后Enter 它会自动的跳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有人只要音乐 这个比例很低 可是真的有遇过就是有人他只要他的音乐 所以音乐在这里 要点这个网项 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MP字 我要影片呢 好 你就直接点这个下载就好了 然后它现在是不是跳到一个 你看起来就像那个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什么恭喜你 不要 就是按确定 然后把它关掉 知道吗 知道吗 你怎么跑来这边了 等一下 对不起我刚刚按错了 不是按那个下载 这边 对啊下载 这边正在下载 就是你点这个地方 它就去做下载 总共41Mbps 所以它现在已经下载了 快4Mbps了 这个祝贺 真的把它关掉 那个 我感觉那个是不太好的 那 我要强调讲一下 有可能 有可能 你会 你会 有些影片不能下载 好 真的 有些影片不能下载 我就试着问学生说 你那什么影片 能不能告诉我 因为我的影片 我都开放是可以下载的 那到底什么影片 不能下载 他又不告诉我 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吗 那 那我就问他说 请问到底什么影片 不能下载 因为我 我 我只能做这些 就是说 就是 可以下载的影片 教学吗 我是蛮好奇说 到底你要下载什么 是不能下载的 因为真的 网络上的影片 都可以下载才对啊 好 那那些不能下载的 不晓得是不是 因为有特殊的性质 这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通常我就问他 你能不能提供给我网址 我去下载看看 他就不理我了 听得懂吗 我说你要不要 或者是我就在留言说 你要不要试着再去下载我的影片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不然就是 你要去下载那一部 你不能下载 就说所有的影片都不能下载 我教的是我的影片是可以下载 例如说这个财政部的影片 下载好 下载我相信是不是要去播放 请问下载的影片放哪里 知道吧 知道哦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哦 那可不可以播放 随时高兴要播放就播放 那已经变成是你的 可不可以剪辑 原则上放YouTube的影片 他是可以去做剪辑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被要求说 你在发布这个影片的时候 要允许别人拿去使用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挡不住啊 挡不住干脆就随便去使用 那大陆人还把我的影片搬 搬运工搬到大陆去 什么爱奇艺优酷 哔哩哔哩 你们有没有听过哔哩哔哩 他们就写信来问说 老师你能不能提供讲益 因为大陆不可以到 因为我的讲益是放在Google底下 他说他不能够就是连接到这个网址 去进行办例下载 讲益下载 所以他就只好写信跟我要 这样不了解哦 大陆他是针对Google 他是封锁的 好了 那假设我今天我要去看这部影片 我就去到下载 这边有一个叫做 税改高兴化财政部 和你在一起 快速点两下 好了 那因为已经在自己的板击端 所以你高兴要什么时候放 就什么时候放 那我就关掉了 好 那接下来我现在要介绍的是 其实我觉得那个Photosheet 他比较好 但是他现在要收费 他现在要收费了 之前他是免费 你看哦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 假设我现在 我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我要做线上 我要做那个海报制作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输入海报制作 就是我要制作海报 然后我是在线上做 然后接下来我会希望说 他是免费 免费是不是很重要 好 然后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他出现就是Photosheet 可以吗 好 这个Photosheet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第二个出现的是 Canva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还是简单的介绍 因为他真的很简单做 海报免费的线上 照片 海报设计 制作软体 点他这个Photosheet 然后接下来我们免费试用 也不要去登录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创作了 开始创作 例如说当我们今天我要去创作一个 简单的一个海报 去说明说明 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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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票 对不对 假如我要去宣传云端发票 因为你看财政部 你刚在YouTube 你打财政部 他出现的相关的字都是发票 所以请问一下 那代表说你要做的 例如说文宣 你要做的那个就是海报 或者是宣传 是不是都要跟就是民众想要知道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可以吗 好 例如说像那个云端 云端的发票我觉得好像有增加一次中奖几率 这就蛮值得我们来去推广一下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对不对发票 应该会对发票嘛 可是对发票有没有更快更简单的方法 有 好 那就变成扫描一下 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来去推广 那在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当我们今天要去设计 像我这边是讲那个海报 或者是一个小贴图 它就是一个海报稍微小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贴图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就挑一个 可能跟你想做的那个贴图 想要做的那个宣传内容是比较贴切的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有好多种 好多好多 好了 那反正这么这么多种 这么多个 例如说 挑一个你喜欢的好不好 那好 反正第一个我们大家先统一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先看最上面好了 这一个好了 这个也不太好 我们找那个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看到的跟我的小贴图 画面一致吗 一样吗 一样吗 好 那我先讲一下 现在 现在就是当我们要去制作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photo shape 然后photo shape 这边有设计 有拼图 有编辑 有做影片 有这大概分成这四个 那我们现在是在设计底下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例如说在拼图里面 拼图 它做出来就是这种 就是 IG里面 它可能需要的那个拼图 拼贴 好 那还有像那个编辑 编辑 那就等于是说 我们针对有影像 然后这上面是不是有文字 或者是做一些 像例如说 这张照片很特殊的地方 这左边 左边跟右边 左边是自然颜色 右边是复古色 然后这个人 这个人当然也分一半 这边它就变成古同色 就是复古的颜色 然后这边就变成自然颜色 这叫特效 好 这以此类推 我们自己可以看 那例如说这什么叫迪迦 上面不是有很多 那个爱心的形状吗 好 这是属于那个编辑 编辑 好了 那我们还是看回去 刚刚第一个设计 因为我们不是要做影片 所以我们就跳过影片 然后这边设计 然后这里面 这里面当你点回去设计的时候 那这边是不是有很多 像例如说 我可以做海报 可以做邀请卡 可以做卡片 可以做杂志封面 可以做这些什么YouTube频道 好 的封面 脸书的照片 脸书的照片 然后 IG的照片 然后如果你要去做市场行销 市场行销 可以做logo 做名片 做传单 好 做海报 可以吗 我重点是想要跟你们讲 他这边有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先选 第一个海报 好不好 最热门 就是人家到PortoJet 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做海报 海报 所以点选海报 点了海报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是 所有所有的海报 那我现在我想 用一个范例来跟你做分享 这一个好不好 这一个 这个就简简单单的 或者是你选这一个 其实都可以了 好 我看选这一个好了 因为这色彩比较丰富 好 选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 他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他就把海报 切分成很多个区块 这是第一个区块 你看到这有一个区块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好 然后这是图片 这是图片 然后因为图片的话 因为图片 你到时候 就可以再去换图 换图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这边是字 字 所以你可不可以去修改字 字的内容 字的大小 然后这也是字 这也是字 这是图片 对不起 动到了 动到 动不去 好 然后接下来 在下面 这个 这个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我就先关掉了 这就是开始 然后这是到结束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修改 我想要去做财政部 就是我们做云端发票 好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快速点两下 把这个字换成云端发票 换成我们自己的字 那在这个地方呢 针对这个字 这个字 它有大小是可以设定的 首先是字体 字体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字体 我们曾经装过 曾经装过王汉中的字体 对不对 昨天 然后你看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换成这个 特黑 等一下 怎么不帮我直接换 好 至少 至少你看 缩小 缩小 这是绝对可以的 好 他可能 这边有一个王汉中特黑体 他是可以接受的 好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边 下面这边 麻烦请改成 例如说 1加1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可能 可以用复制贴上 然后我再去产生另外一个 叫做中奖率 那为什么叫做中奖率呢 因为我会觉得说 假设我放这样子的文字 比较能够吸引别人来去观看 好 那接下来这个中奖率 我觉得这字也不好看 所以一样至少换一下 至少刚刚我找到那个王汉中特黑体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各位 因为他底色是紫色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换成那个 亮的黄色 亮的白色 这其实都蛮搭的 亮的绿色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云端发票 要不要把它换个 换个就是颜色 那如果你想要换颜色的话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可以换成 例如说亮一点的绿色 那怎么换颜色呢 在这个地方 你点这个色盘 点这个色盘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现在换的都是亮色 因为底色 底色的是紫色 底色在这边是一个深紫色 所以你这样来去思考 这是暗色 所以我上面当放亮一点颜色 什么叫亮一点颜色 最上面这边就是亮色 下面也是绿色 就是暗的绿色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下面这边 麻烦请把它换一下 换字的内容 叫做什么 财政部关心名 那这个字啊 这个字太小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所以把这个字呢 稍微放大一点 那下面 下面这些东西就可以 因为你可以去打那个 也要跟财政部相关的那些英文字 或者就把它给删掉 好 假设我今天我做完了这一张 假设我现在做完了这一张 那我是不是就想要去 例如说分享 分享 你看当我今天分享 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可以分享到 例如说是Twitter 可以吗 那你会说那个脸书跑去哪里了 这边没有看到脸书 也没有IG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会想说 那没关系 我把这张图存档起来 存档起来 然后做什么 再放到我的那个 例如说 用LINE 就给别人 或者是 或者是我就最简单一种方法 就拍照 你把它拍下来 到时候检查 检查这个边边 好了 那如果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去下展 你有没有看到下展 跟列印 这也是一个 存到本阶段也是一个 就是保存起来的一个方法 好 那 但是 当你点下展 下展 然后你看一下 他这边 名 名字 我改一下 假设我取名叫做F001 今天日迟 20191031 然后接下来格式JPG 尺寸 尺寸 请注意 小尺寸 小尺寸 因为是做海报 海报的话 各位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1587乘2245 那也许你不能想象说 这个到底多大 其实 我提供给你们一个思考点 我们现在萤幕 我们现在萤幕呢 它的一个尺寸 像我现在我用的解析度 我现在用的解析度是 1366乘768 我现在用的解析度是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至少它会维持一个 还蛮清晰的模式 网络上 其实只要1280乘720 就很清楚了 所以它可以给你 很清楚的图片 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更大的图片 好 例如说 大尺寸 这边有看到 是不是更大了 好 那我们先切换变小尺寸 然后下载 它这边就告诉你说 因为 因为 如果你喜欢 你就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去 就是 帮它分享 好 你可以把你对于 photojet 这个网站的使用的心得 喜欢吗 然后分享出去 这边有看到 那我现在我要什么 免费下载 你们可以免费下载吗 可以吧 好 那下载下来 等一下 我还是要提醒你 下载下来的图片在哪里 下载里面 对吧 因为真的很多同学 反正就是 他就开始问说 下载下来的图片在哪里 如果你今天是用手机 手机也有这个 photojet 它是也可以帮助你去下载 好 那他就会问我说 我的下载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是图片 iPhone它是放在照片里面 iPhone它有一个叫 对它叫照片 好了 那这边 他说您的设计证 准备下载 然后你可以 可以自动开始 点击此处下载 如果没有 点击此处下载 可是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 对 左下载这边 好 喜欢他吗 留下好评 那我们先不点 就不留下任何好评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下载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F001-2019-1031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这就是刚刚我们做的一张 一张就是 等于说是小的海报 可以吗 好 那如果你已经有了 这样子一个心得感想之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延伸 决定来说 我希望里面要放 我的图片吗 那你是不是 是不是就 大概要知道说 怎么换成 我们的图片 好 你看一下 在刚刚这个地方 这边还有一个保存 我想跟你稍微分享一下 请问一下 你刚刚是不是把它存成一个JPG 对不对 可是你会不会希望到时候再叫出来 再修改 那个像在Photocab里面 我们叫PCL这种档案 对不对 就是专案档 好 可是我现在呢 我只是把它就是下载了变成一个JPG 那个JPG不用写 可是你日后就不能再修改 可是你可以重做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希望重做 你就必须要暂时保存成Photocab它的一个专案的形式 这个时候它是要跟你收费的 可以吗 好 免费试用7天Photocab的plus 就是你可以把它存成Photocab的专案档案 好 到时候你要修改文字内容 都可以修改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做注册 也不做登录 也不去做确认这件事情 可以吗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关掉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不要做保存专案这件事 就是你做完 做完就直接下载下来 变成JPG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发布出去 但是你一定会问说 那为什么没有脸书 只要你有图片 是不是就可以传给别人了 可以 你只要有图片 是不是可以LINE给别人 可以传给 放到IG上面 当然可以 所以甚至你现在拍照拍下来都可以 对不对 我只是要告诉你 日后 他也会跟你收费 因为等一下我会转到Canva去 现在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找一个是有图片的 这个没有图片 这就是图片 这叫向量图片 好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去找 再找有图片的 好 例如说这一张好了 这个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是冠军 那个皇冠 就是Chrome Chrome就是皇冠的意思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比较多人拿去使用的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找一个 找一个这个图片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图片 我是不是就想要换成什么 换成我们的财政部 财政部的那张图片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 你这边 这边你看 就是针对他的属性 特效 属性 特效 好 然后 接下来这边有 可以旋转 可以用图层的控制 那 可以做复制 好 但我们要怎么把它换图片 我想要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我想要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我记得他这边图片是可以换的 我记得他这边图片是可以换的 这边图片是可以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我记得他这边图片是可以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我记得他这边图片是可以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因為FollowJet 他應該不會跟 這邊應該有一個就可以讓我把圖片放上去 添加照片 這邊支援庫 麻煩點支援庫 我要把圖片換成財政部 然後這邊有支援庫 然後添加照片 這個添加照片就是去找 例如說我們第一次跌跡財政部的那張圖片 剪裁 這一張 然後開啟舊檔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點一下他 他就放進來了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這一張其實可以刪掉 這一張可以刪掉 就Delete 好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圖片放在這個指定的位置 好 那稍微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基本的屬性 它有旋轉 左右 水平翻轉 如果說你有兩三張圖片 假設 假設這邊照片有很多張 我可以放 例如說 這一張 好 它就可以去做那個先後順序的調整 比如說往下 或者是往上 或者是至 最下面 或者是至頂 好 這邊我只是告訴你 它有這樣子的屬性 那 它這裡面本身還有特效 特效 例如說 假設我把它變成這樣子一個特效 曝光 應該 有印象就是說 那個曝光度是怎麼樣 然後 然後你看顏色就會變成那個 比較淺一點 然後這次就是把它變更清晰 變更清晰 可以嗎 這邊有好多種 反正你就可以 可以這樣來去做調整 好 假設 整個都調整好之後呢 記得 要換字喔 例如說 這邊 這邊當然就放那個 什麼 財政部 關心您 那下面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放那個 雲端發票 財政部那邊好像有放 叫什麼 財政部 財政部 我看一下 什麼雲端發票 雲端發票樂透了 財政部 然後 接下來其實 其實我們可以 可以 財政部 我看 我把它屬性 擺到最下面 好 然後把這個字呢 稍微放大一點 好 然後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喔 這個地方這樣子凸顯它的一個存在 所以 你必須要把字 把字再換一下 或者是加個黑邊 好 那它在這個地方呢 它只有字 它就沒有那個黑邊 看一下 我看一下 換成我剛剛那種 能做的這個字體 然後字的顏色 雲端發票樂透了 好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就想要去放 先把它複製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一樣用那個Ctrl加C Ctrl加V 然後 這邊叫做什麼 2點 剛剛那個 網站 2 2.45億元 每期加開 對不對 每期加開 2.45億元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就想要把 把這個字改成什麼 每期加開 2.45億元 好 把這個字呢 把這個字 我覺得改成黃色 好了 改成黃色 因為下面 底色是 黑色 黑色 你當然可以選擇 白色 那下面就有一些白色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這下面這些字啊 你就自己再去想一想 要不要再放一些 比較細節的字 例如說 我看一下 這個 發票存載具 多一次中獎機會 所以這邊 上面這一排 發票存載具 每期多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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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字呢 就可能要稍微大一點 不然別人看不太清楚 可是也不能大很多 或者是說 因為它是中文字嘛 中文字 建議就放在同一排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點 然後把這個字就刪掉了 然後把這個字刪掉了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因為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當你今天做完 做完這些字的時候 你 如果未來還要修改 因為我們現在用免費版 所以你就只能選擇下載 下載 例如說把它下載成 JPG的格式 然後 JPG它是不能再修改的 好 所以請你們稍微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我選擇免費下載 你們可以下載嗎 好 我下載到這個地方 那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保存跟下載它的差別 保存是因為 未來你還可以再做修改 這個是 這個是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種樣本 可以給你去做選擇 這是Photoshop Photoshop 那你可以藉由這裡面 來去增加你的創意 然後 只要 只要你做一些簡單的 就是 你要先想好你的文稿 好 例如說你要放什麼文字 我想應該還蠻容易去做到這件事 好 這就是剛剛我去從網路上抓下來 就是我在Photoshop做好的一個圖片檔案 就給你們參考囉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觀看一下 你看一下 剛剛在這個地方的範本 範本是不是有非常多 好 那你我相信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創意 你都可以拿來來去使用 然後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當你今天 當你今天呢 假設你今天用了 這個工具 這一個範本 然後你想要去在這個地方增加文字 增加文字 那你就可以直接點這個T 然後增加一些你想要加的那個 先選擇樣式 選擇好樣式之後 例如說我希望就是文字 文字增加那個邊框 好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點它 然後 接下來按兩下進行編輯 你可以去這裡面輸入字 例如說 假設我輸入雲端發票 好 輸入雲端發票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字放大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喔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 選錯了 你看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有那個雲端發票的這個字 然後它有那個紅色的邊 這樣就 你要哪一種的文字的特效 是不是在這邊它都提供 而且這邊的一個特效 有沒有覺得比Photocab 好像更漂亮 那 那建議 建議這個字型 因為我這邊我 可以選擇就是那一種 王漢中特配題 你看這邊這樣字 是不是就變清楚多了 好 雲端發票 然後接下來 你可能 你可能喔 就是需要的圖片 在資料庫裡面 從本機端來去增加照片 好 或者是它預設 預設裡面 它也有一些什麼 動態式的 動態式的 像這是動畫 哦 對不起 應該說是一個動物 動物的圖片 動物的圖片 好 反正這裡面有很多照片 你也可以 例如說我想要去找那個 跟家庭有關的 他已經有放了很多很多跟家庭 就是你可以分類來去找這些圖片 然後你用這些圖片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智慧才安全的問題 因為他到時候他是要用那個 跟你是用採取付費的方式 好 只是我們現在我們使用的是免費的方式 好 那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可能還有像什麼背景的設定 背景 整個這個背景的設計 就是當我今天 當我今天去用它這裡面 我可以針對 這邊是因為它是文字 文字就只能做這些的一個設計 那它應該會有一個叫做 完全空白的吧 完全空白讓我們從無到有的設計 這個時候就有背景的設計了 那剪貼畫是什麼意思呢 剪貼畫的話是向量的圖案 什麼叫向量圖案 就是假設我今天我要放一個形狀 放一個形狀 還有這邊有圖案 還有這邊有圖示 圖示 然後 辦公 先跟辦公有關係的圖示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向量圖 向量圖 好 那它這邊這些向量圖的使用 它就必須要註冊了 好 所以就像那個Photocap裡面 Photocap裡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向量的圖案 向量圖案 例如說 假設我這邊我想要加這個花的圖片 OK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花的圖片 例如說 搬到適當的位置 那剛剛我做的 我做的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它這邊就是有這些向量的圖案 只是如果你要用這些圖案 它就說 你可以 你要先完成註冊 註冊 它可以免費使用7天 好 這是 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沒有了 大概就是這些 所以 所以你會從原本的創意 創意這邊開始 然後你可能會需要用到 例如說改字 改字 變成你的 改圖片 變成你的 就這樣子 好 另外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可以介紹 C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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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就關掉囉 好 你看一下 當我今天 當我今天我要使用那個 當我今天我想要使用免費的 就是線上海報製作 所以我是不是在搜尋引擎裡面 輸入線上海報製作 然後免費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第一名是 這是廣告嗎 這廣告不算 廣告他進去之後 他一定會跟你要用鎖 一定要收費的方式 不過在一剛開始 他一定也是說 就是免費讓你使用 這個 現在目前最多人使用的是 PhotoJet 然後接下來這邊 設計唾手可得的專業級海報 請點它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建立什麼的形式 例如說建立設計 建立海報設計 然後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很多 開始設計海報 對不對 那我們就從這個海報 開始講起 所以點一下 但是 請你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說 Canva 它還有像logo的設計 名片的設計 傳單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圖卡 其實會比較像傳單 好 一樣我們點開始海報設計 開始海報設計 這邊 是不是一樣 就是說 為什麼先介紹 那個PhotoJet 就是因為 它是 繁體中文的畫面 我們覺得它是比較 就是看得懂 比較友善 可是你看這邊 是不是有圖片 有 有 有元件 有文字 有背景 甚至從網路上下載 好 在最上面 是不是就是Template Template 就是版型 所以例如說 好了 我們現在就用 這一個 用這一個 因為我想用點 多一點色彩的 好 例如說用這一個 好了 所以Template Template 這裡面 例如說用這一個 然後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會想說 我要去換這張圖片 我要去換這些字 換這些字 對吧 大概就會有這幾個問題 所以 在這個地方 那至於說這個底色 底色 是不是也可能 你會想要去換 例如說換成紫色 這底色是不是就換掉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就是字 字的改變 你看在這個地方 這個字 可以直接快速點兩下 然後來去做內容的修改 好 例如說 首先我們就一樣去輸入 雲端發票 就你自己玩一下 雲端發票是什麼 好 1加1 中獎率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假設這個字 你想要去做 字的顏色 位置的調整 好 例如說換字的顏色 換字的顏色 例如說 反而是黑色 我換成黃色 橙色 藍色 黑色 然後接下來要不要出體 要不要協體 要不要對齊的方式 這邊是不是都可以去調整 那 字型 字型 我看一下我們裝的那個 王翰宗字型 因為他這裡面字型非常非常多 如果說現在我已經往下卷很多才到C 好吧 那我現在輸入王翰宗 這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例如說 我用那個 我用特黑體 好 用這個 為了讓你們看到 為了讓你們看到 我們特別換一下 例如說 顏台體 可以嗎 還有這有勘庭流 勘庭流 勘庭流體 好 然後 我還是把它換成那個 這個 顏台體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這張圖片怎麼換 對不對 這張圖片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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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地方去把圖片叫進來 這個圖片 好 所以我就去上傳一張影像 上傳一張影像 我們那個財政部的這一張影像 那怎麼上傳呢 那怎麼上傳呢 這個地方 Upload 然後再點這個 Upload and image over video 好 然後 點它之後 它就是打開我們本機端 本機端的 然後 接下來選 接下來就把影像放上來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就是 拖曳 拖曳到這個地方 直接把它拖曳進來到剛剛那個影像的位置 它就會自動的放進去 它就會自動的放進去 因為拖曳進去 怎麼會變成 就是 它就變成那個 復古的照片 所以我把它還是縮小一點 好 我還是用拖曳拖過來 然後再改變 改變它的那個先後順序 然後把下面這一張啊 刪掉 好 放到最下面去 那這個文字呢 我們就移到最上面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在這個 這個網站裡面呢 其中我們是不是還是要學會 如何去下載 一樣的問題 好 因為 當你今天 當你今天呢 你最後做完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分享給別人 或者是把檔案 鎖存起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下載 跟 那個分享 所以點選這個 Share Share 就是分享 分享 好 那 這個呢 這個就是下載 下載 那你來觀看一下喔 這邊的下載 這邊的下載 這邊是下載成PBF 如果下載成JPG JPG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一個 一個影像 因為我現在就只有一個影像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一塊錢 有看到這件事嗎 一塊錢 他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要把這個影像下載下來 你就必須要花一塊錢 對 這是美金 不是台幣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今天把它儲存 你可以分享給別人 就是把這個 把這一個圖片 分享給別人 是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 分享 然後他會寄邀請信 給對方 讓對方收到 這是他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分享 應該大部分都是用什麼方式 應該是直接上傳到 臉書或者是IG的方式 好 那 這個地方 因為他下載是要花錢的 所以這邊我就不去做這件事了 那還有這一個 它會有一個叫浮水印 就是我現在把它抓下來 但是我允許 我允許它存成一個PDF 但是裡面會有浮水印 我們來去看一下 這是最後完成的結果 稍微縮小一點給各位觀看一下 但是我找不到它的浮水印 就是你如果說要把它下載下來 把這個影像下載下來 你就點這個下載 然後download download把它變成一個草稿 然後它不是存成JPG 它是存成PDF 好 這是剛剛最後做好的這個 雲端發票1加1中獎率 可以嗎 那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呢 檔案名稱它就是用 我現在這一個網頁 這個內容 裡面的文字 標題文字 來當作是檔案名稱 好我把這些先刪掉好了 好然後接下來我現在再重新去下載一次 好然後它現在要重新去下載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縮小 好它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不過請你們記住啊 這個是PDF檔 PDF檔 我覺得PDF檔也應該可以接受 那你會說因為它不是圖片 我們PDF檔可以在line裡面傳送給別人 我想這應該沒有問題嘛 然後別人應該看到這個PDF檔是可以打開來觀看 到內容的 好 那一樣 那一樣 這一個 Canva 一樣這個Canva它就提供了就是說 樣板它這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樣板 那你當然會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做的是別種什麼海報 宣傳單 宣傳單 現在看到都是海報 都是海報的設計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其實還有還有更多的設計 還有更多的像例如說其他的一個設計在這個地方 像例如說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去做這些有動態的動態的商標 還有像例如說你可以做海報或者是臉書的那個cover封面 好或者是社交需要的一些媒體 可以嗎 這就是我在別的地方上課然後做出來的一些成品 好 那 我想他在這個地方他能做的事情呢 其實跟剛剛介紹photojack其實是差不多的 反正大概就是當你要去做圖卡 當你要做海報 你都可以選擇這兩種的軟體來去做使用 而且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不用錢的方式 好 只是在這個地方如果 如果你要花錢的話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一個 像有些的樣板它真的是要付費 你才可以使用 那不過在這個地方我想 這已經夠多種樣板可以讓我們來去使用了 所以你就只需要用他現在提供的免費的樣板就好了 好 那我想在這個地方我主要這一個 這節課主要內容就是告訴你們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那個線上的免費 可以使用製作海報的方法 像例如說photojack跟temba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準備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下午的部分我們是要請各位用自己的手機 然後我的手機上面的操作如何用手機來去做一些 比如說是那個貼圖 然後你們可能到時候就要看這個前面了 因為他沒辦法把我手機的畫面 用廣播教學的方式傳遞給你們 所以你們就變成看我這一邊 看我這邊的一個 就是投影出來的內容 然後在你的手機上面操作 在你的手機上面操作 那不管是Android或者是iOS的手機 都可以相同的操作方式 好那我們上午就暫時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下午1點半 我們再進行最後下午的課展 好上午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